室友上課開小差被抓甩鍋我 教授,我室友想問你有沒有女朋友 迎著男人玩味的眼神,我當場裂開 沒有 他唇角微彎,亮出手上的婚戒 但有媳婦 而且,就在這 救命,我萬萬沒想到 隱婚老公空降成了我們大學的客座教授 臥槽,今天來的教授這麼帥的嗎? 室友趙小雨掐著我的胳膊尖叫 我也要暈了 我和顧恒是家族聯姻 他比我大九歲 因為我還在上大學,就選擇了隱婚 可我怎麼都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他 男人穿著簡單的黑襯衫,乾淨俐落 鏡片後的眉眼深邃鋒利 清冷禁欲到了極點 從他進來,整個教室都躁動了起來 我忍不住低頭,拿出手機,瘋狂給他發消息 你要來我們學校上課,怎麼沒提前跟我說 趙小雨瘋狂拉我,別玩手機了 這種爵士大帥哥,少看一眼都是損失啊 我無奈,你冷靜一點 他,那位同學,還有什麼問題嗎? 質地冷清的嗓音傳來 我僵硬抬頭,發現整個階梯大教室的同學 都回頭看了過來,論上課開小差 被自己老公抓包,是什麼體驗 迎著男人深邃的黑眸 我不由自主站起來,沒話沒說完 趙小雨直接被刺我一刀,興奮地高聲喊道 我室友想問問教授有沒有女朋友 這個問題一拋出來,整個教室都沸騰了 我尷尬地,恨不得扣出三十一挺 沒有 話音落下,所有人齊聲齊哄 然而,緊接著,他亮出了手上的婚戒 但有媳婦,他唇腳似乎彎了一下 又在好不容易安靜下來的教室裡 投下一枚重磅炸彈 而且,就在這裡 短暫地死忌後,教室房頂幾乎被掀翻 啊啊啊,這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嗚嗚嗚,這男人居然一年早婚了 教授,這是真的假的呀 不會是逗我們的吧 顧衡的視線,從我身上極輕地掃過 似乎終於看到了我求救的目光 這才淡笑著解釋 我是說,他也在這個學校 不過還在上學,所以不方便告訴大家 現場唏嘘聲一片 一直到下課,還能聽到不少人在討論這個事兒 顧教授的媳婦居然就是咱們學校的學生 到底是誰啊? 我心虛地收拾好書包 只想儘快逃離 算了,別管這些了 咱們晚上吃什麼 然而剛剛一腳踏出大門 手機就震動了兩下 赫然來自顧衡 今晚跟我回家住 我拿著手機 瘋狂思考怎麼拒絕顧衡的這個提議 說上課忙 不行,他知道我的課表 說去聚餐 人家畢竟是合法老公 調任到新學校的第一天就拒絕他 好像是不太合適 頭疼 誒,宋婉,你怎麼不說話 推開宿舍門 趙小雨調侃 是不是還沉迷在顧大教授的美色裡 我條件反射,我哪有 趙小雨嘿嘿一笑 你剛才可是盯著學校官網 顧教授的那一頁看了好一會兒呢 放心啦 這種級別的男人 換誰不迷糊啊 你們在說顧衡教授嗎? 一道溫柔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是我的另一位室友 陳詩默,外語細彩女 進校第一個月就被選為新進校花 標準白富美 趙小雨連連點頭感嘆 你也聽說她了 我就知道 她肯定會以最快的速度 刷屏咱們學校的表白牆 陳詩默將小提琴放下 這才閩唇一笑 不是啊 我剛才回來的路上看到她了 她是這學期才開始在咱們學校任教的 校長為了挖她過來 可是費了不少功夫呢 趙小雨睜大眼 你連這個都知道 何止啊 另一個室友周云插嘴 詩默和顧教授還認識呢 剛才她和顧教授打招呼了 真的假的 趙小雨驚呆了 我也有些意外 多看了陳詩默一眼 她和顧恒認識 我怎麼不知道 雖然我和顧恒新婚才三個月 說不上熟 但兩家是多年始交 彼此的圈子都是熟悉的 倒是沒聽顧恒提起過她 我想了想 還是決定回家一趟 畢竟她今天突然出現在講台的事 還沒好好給我解釋解釋呢 對了 我今晚不住宿舍了 趙小雨連忙說 啊 師默不是說今晚良成師兄請客嗎 法餐欸 我還沒吃過呢 宋婉 你真的不去 我咳嗽一聲 我男朋友找我 趙小雨臉上瞬間露出曖昧的笑容 周芸卻忽然哼笑了一聲 陰陽怪氣道 話說回來 宋婉 你那個男朋友都交往好幾個月了吧 也該帶出來讓我們見見了 人家良成師兄還沒追到師默呢 就這麼有誠意 請人均四位數的法餐 你男朋友連個影子都沒瞧見 這多不合適啊 我還沒說話 陳師默就笑著出來打圓場 算了 宋婉不是說她男朋友工作很忙嗎 周芸撇撇嘴 再忙 能連女朋友的事都顧不上 我看她也沒多喜歡你啊 宋婉 要不還是趕緊甩了找新的 陳師默突然說 對了 今晚這頓飯 是良成師兄自作主張定的 我已經和他說顧不去了 周芸和趙小雨都很驚訝 啊 為什麼呀 良成高我們一屆 是學校裡的風雲人物 成績好 長得好 還是個富二代 追了陳師默大半年了 本來我都以為他要成功 誰知道今天 陳師默的態度忽然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她輕聲N了一聲 臉頰泛紅 好像有些羞澀 怕有人誤會 趙小雨八卦之心滿滿 哇 能讓咱們陳孝花這麼在意的 到底是誰呀 不會是顧教授吧 剛課上 教授不是說她媳婦就在咱學校 陳師默臉更紅了 卻沒否認 她坐下開始卸妝 抿唇一笑 保密 趙小雨這腦回路 不過你們不用擔心 晚上咱們還是去吃那家法餐 我請 陳師默輕鬆道 周云臉上頓時浮現出驚喜之色 師默 你真好 我背起書包 我得先走了 今晚就不和你們一起了 趙小雨還想挽留我 周云耸耸肩 小雨 別攔著人家享受二人時光了 說給人家男朋友請的飯更好呢 我全都沒聽出她話裡的刺 推門離開 路上又收到顧衡的消息 我接你 我立刻否認三連 不用了 我騎車過去就行的 開玩笑 她今天才上一節課 就已經成了全校熱議的對象 再讓人看到我上她的車 她說和她同進同出 那我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顧衡很快回了 好 我按照顧衡給的定位 很快找到了地方 這棟別墅是顧衡的產業之一 離S大不遠 估計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顧衡搬到了這裡 剛進門 我就聞到了一股香味 沿著這味道往裡走 就看到在煎牛排的顧衡 她戴著圍裙 勾勒出競瘦的腰身 身形其長 側顏流暢完美 怎麼是你親自做飯呀 我有點受寵若驚 顧衡抬眸看了我一眼 眉梢微調 專心上一天課 肯定很辛苦 吃頓好的犒勞一下應該的 我臉瞬間紅了 我真不是故意 在你的課上開小差的 顧衡點頭 嗯 看來還是我的課講得不夠好 老男人脾氣還挺大 我還沒追究他的責任呢 你還說呢 你調任到我們學校 怎麼都沒跟我說一聲 顧衡一邊裝盤 一邊說 葉校長親自來請的我 不好拒絕 我在中導臺坐下 想到以後都要和他在一個學校 低頭不見抬頭見 十分憂傷 顧衡看我一眼 怎麼不開心 當然不 話沒說完 旁邊手機忽然亮了起來 是一條好友申請 宋婉同學你好 我是今天階梯教室 做你前排的男生 金融系大三位者 這人從哪裡搞到我號碼的 我正要回 旁邊傳來男人不冷不淡的散漫嗓音 哦 順便照看我家小朋友 省得他不懂事 被別人拐跑了 我耳朵瞬間就燒起來了 你還說我 你知不知道學校裡現在多少女生喜歡你 就這張臉 這身材 實在是嘎嘎亂殺 顧衡挑眉 是嗎 也包括你 我總感覺他很喜歡時不時給我挖個坑 在慢悠悠看著我跳進去 我哼了一聲 咬了一口牛排 知不知道我為了你 拒絕了一頓人均四位數的法餐 顧衡拿起我的手機 在好友申請見面點了拒絕 聽到我的話 薄唇微揚 哦 我在你心裡這麼重要 分明是散漫調侃的語氣 那雙深邃含笑的黑眸望過來的時候 卻似乎總帶著灼熱的溫度 我不自在地一開目光 極力克制莫名加快的心跳 你是我老公嗎 顧衡眉燒羊了羊 眼角的笑意似乎淡了幾分 氣氛安靜的有些微妙 說實話 我和顧衡雖然已經結婚 但因為我還在上學 平時單獨相處的機會並不是很多 以至於現在 我還有點莫名的尷尬 她的氣場太強了 哪怕什麼都不說 坐在那也壓迫力十足 我努力找話題 對了 你認識陳詩墨呀 誰 我室友 就那個長得很漂亮的那個 我去表白牆翻出來一張陳詩墨的照片 就她 今天她不是還和你打招呼了嗎 顧衡看了一眼 想了一會兒 不甚在意 哦 想起來了 好像是一個小區的 晨跑的時候見過 原來如此我小聲道 那以後在學校裡 我們還是裝不認識 行嗎 顧衡不置可否 我舉手發誓 我保證以後上課 肯定好好聽講 顧衡忽然問 吃好了 啊 我反應了一下 連忙拍馬屁 吃好了吃好了 顧教授不但專業課一流 廚藝也是頂級呀 顧衡黑眸忽然伸了幾分 慢條絲理的將圍裙解了下來 那就好 下一課 男人清冷的氣息靠近 我微微睁大眼 做 做什麼 剛才的問題你還沒回答我呢 顧衡似笑非笑 我答應你 在學校裡不公開我們的關係 但這裡又不是學校 我履行一個丈夫的法定義務 不是應該的嗎 明明那些話很正經 怎麼從她嘴裡說出來 就莫名帶了勾引的味道 那 那我還想再說點什麼 已經被人扣住腰身 溫熱的氣息請客靠近 男人低沉性感的嗓音 在耳畔滴滴傳來 衝破天際的曖昧與躁動 白天上課開小差原諒你了 這次不准 懂嗎 我懂 我真的懂 30歲的老男人真的不能招惹 第二天早上 我艱難從床上爬起來 心裡不由淚流滿面 以後我再也不能逃他的課了 這次只是開了個小差 就花了這麼大的力氣哄 以後真敢逃課 我怕不是要死在這男人手裡 唯一慶幸的是 顧衡最後總算還是願意配合我 繼續保持隱婚 還好這天沒顧衡的課 我緊趕慢趕 終於踩著點到了教室 我昏昏欲睡 直到趙小雨的聲音把我驚醒 咦 宋婉 你的水杯怎麼和顧教授的一模一樣啊 我的瞌睡蟲瞬間跑了大半 看著桌上被我隨手放下的黑色保温杯 腦子一片空白 卧槽 我怎麼把顧衡的杯子拿過來了 難道是早上出門太早 我腦子都不清醒 拿錯了 沒 沒有吧 我故作鎮定 就是一樣啊 我記得清清楚楚 昨天顧教授上課拿的水杯 就是這個樣子的 趙小雨一邊說 一邊懷疑地看向我 宋婉 你該不會 我心跳不自覺加快 你該不會 成了顧教授的女友粉了吧 還專門去買了她同款的杯子 趙小雨一臉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 雖然極美能理解你 但還是要勸你早點放棄 人家顧教授已經有老婆了 其他人沒希望的 我閉了閉眼 懸著的一顆心重重落下 沒 沒有 我就是 就是覺得這杯子挺好看的 趙小雨將杯子拿起來 清泽 不是我說 九月這麼熱的天 你還為了顧教授拿保溫杯 咦 這裡面是什麼 他輕輕晃了晃 奇怪地問 還挺沉的 我心一跳 拿過杯子擰開 一股淡淡的清香飄來 銀耳舟 趙小雨驚呆了 這 這是你男朋友給你裝好的嗎 也太貼心了吧 我一時間說不出話 只能偷偷拿出手機 給顧衡發消息 保溫杯 是你放在我包裡的 片刻 顧衡回了 不吃早飯 容易到胃病 還真是他我早上起不來 經常不吃早飯 顧衡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有這個習慣 只要和我在一起 都會監督我吃早飯 今天實在是來不及了 我掙扎著按了鬧鐘 就直奔學校 沒想到他居然一早準備好了 這心裡某個地方好像軟了一下 莫名障障的 上了一天的課 剛回宿舍 我就發現我的東西被人動過了 原本擺放整齐的護膚品 凌亂放著 小櫃子的鎖也似乎被試圖打開過 我的心瞬間提起 我們宿舍被偷了 跟在後面的趙小雨壓了一聲 遲疑著問 沒有吧 咱們宿舍的門鎖也沒壞呀 我扭頭就要出去 我去找宿管阿姨 這時 躺在床上刷手機的周云 終於探頭看了一眼 唉 宋婉 忘了跟你說了 昨天我洗面奶用完了 就臨時借了你的用一下 你不介意吧 我指著桌子 你只借了我的洗面奶 她的臉色有些掛不住 洗完臉就順便用了一下你的水乳了 你不會這麼小氣吧 我氣笑了 不問自取是為偷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家裡人都沒教過你嗎 周云瞬間變了臉色 你說誰偷呢 再說了 就用你那麼一點東西 能值多少錢 大不了我賠給你 我盯著她 一字一句 這櫃子裡放的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要是丟了 你也負責嗎 周云吃笑 那你說說 你都丟了什麼貴重物品 旁邊正在敷面膜的陳詩墨開了口 送完 大家都是一個宿舍的 鬧僵了不好 你不是沒丟什麼嗎 而且 她也跟你道歉了 算了 我簡直想笑了 如果她翻的是你的東西 你也會這麼說 陳詩墨動作一頓 看了我一眼 揭掉面膜起身 去洗臉了 我將櫃子裡的東西 都檢查了一遍 最裡面放著的是一個 藍絲絨首飾盒 打開看了一眼 裡面的鑽戒 依舊靜靜地躺在那 我懸著的心 總算放下了 我平時不戴婚戒 只將它 放在盒子裡收好 沒想到 居然會發生這樣的事兒 趙小雨瞥見了 驚訝道 哇 送完 你那是個戒指嗎 好漂亮啊 周雲冷笑 莫桑是戒指而已 幾十塊就買了 有什麼好擔心丟的 我不想再和她廢話 開始整理桌子 趙小雨湊過來 那個戒指有沒有鏈接啊 發我一下 那是顧衡專門找人定制的婚戒 怎麼會有鏈接 我只能搖頭 是我男朋友買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這樣啊 好吧 趙小雨很是遺憾 周雲卻一聲冷笑 你聲啊 還是得擦亮眼睛 不然男人隨便送個廉價禮物 就當成寶 說出去 只會讓人笑話 我頭也沒抬 對 尤其得看好自己的東西 不然什麼時候被別人用光了都不知道 你 周雲氣急 卻說不出反駁的話 最後只能背過身去繼續玩手機 我又看了眼手勢盒 大學這幾年 我吃穿用度都比較普通低調 所以周雲才會覺得我這枚鑽戒 是莫桑石戒指 不過這樣也好 真要是被看出來這是鑽戒 肯定會覺得奇怪 必須得收好了 時間轉眼過去了一個月 我終於漸漸接受了 顧衡是我的授科教授這個事實 力爭上課認真聽講 作業努力完成 主打一個態度端正 但我沒想到的是 學校裡關於顧衡媳婦是誰的猜測 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退役消失 反而越來越熱 只要是她的課 總會有不少來蹭課的男生女生 話說 顧教授的媳婦到底是誰啊 這都一個月了 怎麼還沒找出來 就是啊 她這藏得也太延實了 平時在學校都沒看她 和哪個女生走得近過 哎 你們說 顧教授當初那話不會是騙我們的吧 說不定她根本就沒有結婚 只是拿話搪塞我們呢 趙小雨聽見前面幾個女生的議論聲 也忍不住衝著旁邊的陳詩默問道 詩默 你不是和顧教授挺熟的嗎 那她到底有沒有結婚啊 顧衡的課 陳詩默除了第一節因為參加社團活動沒來 之後一節都沒缺過 她撩了下頭髮 微微一笑 這個呀 當然是以她說的為準了 這番話說的有點妙 沒正面回答趙小雨的問題 又讓人覺得她和顧衡之間關係很不一般 否則絕不會是這樣熟忍的語氣 我皺了下眉 心裡莫名有點不太舒服 終於熬到下課 我剛要起身 旁邊忽然過來一個男生 堵住了我的路 宋婉同學 我抬眸 就看到一張年輕而陌生的臉 你是男生 有些不好意思的腦腦頭 我是魏哲 之前加過你的 我終於後知後覺的想起來 這就是之前顧衡親自點了拒絕的那個男生 有什麼事兒嗎 我一邊問 一邊飛快扭頭朝著講台看了一眼 還好還好 陳世默和幾個同學正在跟他請教問題 他微微垂眸 並沒有注意到這邊的情況 魏哲咳嗽一聲 就是 我想問問你上次為什麼沒通過我呀 我想服額了 直接了當地說 這位同學 我有男朋友了 魏哲似乎一點也不驚訝 反而笑了起來 我打聽過了 你說你有男朋友 但是學校裡從來沒人見過這好人物 你應該是不想被人過多打擾 才故意這麼說的吧 你要不要聽聽你在說些什麼 我還沒來得及解釋 他又繼續說 你放心 我肯定不會騷擾你的 咱們可以先從朋友做起嗎 我是真的覺得你很可愛 送晚同學 給個機會 正在我打算開口拒絕的時候 一道疏離清淡的嗓音傳來 送晚 我耳朵瞬間抹了一下 下意識回頭 正好撞上顧恆淡淡望過來的目光 不知道為什麼 他喊我的名字 總感覺和別人喊的不一樣 整個教室都跟著安靜了一瞬 無數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如盲在背 連盲問 顧教授 顧恆屈指 修長如玉的手指 在講台桌上輕輕點了點 幫我把這些作業送到辦公室 我忙不疊硬了 好的 唉 送 魏哲在後面遲疑地喊了我一聲 顧恆的眼神極清極淡地從他身上掃過 魏哲縮了下脖子 本能地將剩下的花又咽了回去 不怪他 實在是顧恆這男人的氣勢實在是太強了 我點點跑了過去 抱起那一落作業 老老實實跟在顧恆身後往門外走 這時 陳詩默忽然喊了他一聲 顧教授 顧恆一頓 側頭 陳詩默敏唇一笑 剛才上課我有個地方 沒太聽懂顧恆打斷他的話 可以發郵件 陳詩默愣了一下 臉色僵硬了一瞬 但下一秒就恢復如常 笑盈盈地點頭 好 顧恆又看向我 沒稍微扬 送完 走了 我跟著顧恆回了辦公室 將作業放在桌上 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清冷靜郁的男人戴著眼鏡 最簡單的黑襯衫 穿在他身上 似乎都跪氣了幾分 對了 你好久沒回去了 今晚跟我回家 他忽然側頭 目光在我的衣服 領子上停留一瞬 抬手幫我剝了一下 多大的人了 領子沒翻好 都沒注意 我驚了一下 連忙掃尸一圈 還好辦公室這會沒其他人在 要不然被聽到怎麼辦 扭頭的瞬間 下河無意擦過他溫熱的指腹 熱意請客蔓延 我努力壓下加快的心跳 哦 好 他一頓 似乎覺得我的反應有點好笑 唇腳彎了彎 收回手 又從抽屜裡拿出一打資料 他微微垂眸 翻看著手裡的東西 長截在眼瞼上 頭下淡淡的陰影 都說認真的男人格外有魅力 顧恆也不例外 他本來就是一等一的角色 現在這般模樣更是勾人 宋婉同學 還有事嗎 男人呼而抬眸看了過來 眉梢極輕地抬了一下 我瞬間回神 連請客燒了起來 我剛才居然盯著顧恆看入迷了 太丟人了 而且他之前一直喊我宋婉 這句宋婉同學 是不是故意在點我 是不是 我慌忙到 哦 沒 沒事了 那顧教授 我就先走了呀 說著我落荒而逃 出辦公室大門的時候 正好和院裡另一位教授 齊峰迎面碰上 這位三十多歲 本校留任 平常和學生們的關係都不錯 我匆匆打個招呼就跑了 同時安安慶幸 要是他再早一點到 看到我和顧恆挨得那麼近 肯定會發現不對的 身後傳來調侃聲 顧恆 自打你來 來咱們辦公室的女生都多了不少 求求你收了神通吧 他似乎還有點幸災樂禍 要不我的課也讓你一起上了得了 那群小女生天天喊著要蹭你的課 到時候我還樂得清閒 顧恆好像傾笑了一聲 哪敢啊 家裡管得嚴 我用手背貼了下臉頰 滾燙 這人甩鍋倒是一流 什麼都推到我頭上來了 唉 真是沒眼看 其風哼了一聲 你自己承認 媳婦就是咱們學校的 可都這麼久了 居然都沒人找出來 你這藏得也太岩石了 顧恆似乎往我這邊看了一眼 我加快了離開的步伐 然而男人勤著笑意的懶散聲調 依舊清晰傳了過來 沒辦法 就這一個媳婦當然得寵著 下午我就回了別墅 顧恆晚上還有一節課 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多了 我躺在沙發上一邊玩手機一邊嘲笑他 顧教授這麼晚才下班啊 不像我們大學生 只要膽子大寒假連暑假 顧恆正在換鞋文言抬眸 是嗎 我搖頭清則 學生可以逃課 教授可以不上班嗎 嘖真可憐啊 你說點好聽的 我可以幫你按摩按摩 打八折 畢竟是三十歲的老男人了 上一天班哪有不累的 顧恆扯了下領帶 襯衫領口的扣子 鬆開兩顆露出平直的鎖骨 他似乎笑了一聲 那我加價能有別的服務嗎 我耳朵瞬間紅了 老男人開起車來也真的是不行 我意正辭言地拒絕 哦 這樣啊 顧恆似乎覺得有些可惜 點點頭 那就勉強要八折的吧 他說著 隨手將領帶扔到了沙發的扶手上 朝我走了過來 氣息靠近 我突然緊張起來 明明也不是第一天在一起了 但是洗過澡了 他低聲問 我正要說話 手機上忽然收到趙小雨的瘋狂轟炸 完了完了完了 今天顧教授給隔壁班上課的時候 說下周要閱測 救命 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兇殘的老師啊 他們都要測了 那我們肯定也跑不了啊 完獨自了 他上課我全看他臉了 誰還記得他都講了什麼呀 而且他的課本來就難誤誤 送完 送完 你倒是回個信啊 有男人就不要急美了是不是 我無意瞥了一眼 然後一整個大震驚 直接推開了顧衡 等等 我難以置信地盯著他 你還要搞閱測 這和我想像的大學不一樣 顧衡挑眉 我的課一直都有啊 哦 本來準備明天給你們上課的時候說的 這是人話嗎 手機突然震動起來 居然是趙小雨 看我一直不回 直接打電話過來了 我正要接 顧衡已經搶先一步 將手機拿走了 我雙手合十 衝他拜托 他終於還是點了接通 但下一秒 我就發現他居然 直接開了工放 送完啊啊啊啊啊啊 你快想想要怎麼辦呢 聽說這月策的成績 要記入平時分的啊啊啊啊啊 我瞪大眼 握曹 這狗男人真的不是人 你之前不是去過顧教授的辦公室 給他送作業嗎 快想想當時有沒有看到 什麼卷子之類的 趙小雨十分悲憤 這麼快就越策 題肯定是早就已經出好了的 要不咱們找個機會 去他辦公室那邊 看能不能偷點題出來 響亮清脆的聲音回蕩在整個客廳 空氣似乎凍結 我整個人都媽了 這些話 你私下偷偷跟我說不可以嗎 當著正主被抓包 你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死活 還沒來得及阻止他說話 顧衡率先開了口 不好意思 男人清冷低沉的嗓音響起 他現在有點忙 電話那頭頓時一片死寂 我連忙搶過手機 瘋狂晚尊 不是 那個 小雨 這事兒我看還是等我回去再好好商量吧 好不好 半嗓 那邊才傳來趙小雨滿是懷疑的聲音 宋婉 是我是我 剛才我男朋友幫我接的電話 他開了笑的 別在意 不是 趙小雨遲疑著問道 我怎麼覺得 你這個男朋友聲音那麼像顧教授 我腦子一片空白 忍不住瞪了顧衡一眼 都怪你 顧不得其他 我開始絞盡腦汁解釋 你聽錯了啦 隔著電話聲音有點失真嗎 哦 也是 趙小雨常說一口氣 哈哈 我就說怎麼能是他呢 要這樣的話 你豈不就是他的老婆了 顧衡唇半微動 似乎還想說話 我立刻扑上去捂住了他的嘴 不准說話 沒成想這一下用力過猛 我大半身體都壓在了他胸膛之上 他悶哼一聲 趙小雨悠悠 咳 那我就先不打擾你們了哈 拜拜 再見 說完 他那邊迅速掛斷了電話 留下了風中凌亂的我 完了 這下真是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 我忍不住捶了顧衡一拳 你剛才就不該接的 顧衡失笑 贊同的點頭 對 這樣也就不會知道 你們居然打算去偷我的題了 雖然什麼都沒做 但我怎麼這麼心虛呢 我衝他善善一笑 他就是那麼隨口一說嘛 而且我也沒答應他是不是 顧衡 我看你好像很心動 有些東西就不要拆穿 我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他了 立刻起身就要退後 你剛回來是不是很累 我去幫你放洗澡水 然而剛剛起來 腰上就被一隻溫熱有力的手扣住 我穿的睡裙 就這樣坐在他懷裡 幾乎無法忽視他身體的滾燙 想去哪兒 顧衡唇角微彎 黑色的眼眸深處 像是藏著漩渦 讓人不自覺沉溺 這次可是你主動的 我難以置信 這男人倒打一耙的本事 是越來越高了 本能的察覺到危險 我垂死掙扎 我 我真的沒想偷你的題目 話沒說完 顧衡的吻已經落下 低沉慵懶的嗓音 破碎在交錯灼熱的呼吸之間 那就給我看看 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嗯 我沒本事 真的 第二天中午醒來 我渾身像被撵過一樣 艱難拖著散架的身體 揉著酸疼的腰抵達教室的時候 我對顧衡的認知 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老房子著火 更要命 趙小雨幫我站了座 一見到我就忍不住 多打量了我好幾眼 一臉嚥餘 嘿嘿 昨晚怎麼樣 我哀怨的看他 還能怎麼樣 沒看到我臉上清清楚楚 寫著大怨種嗎 然而他絲毫沒感受到我的怨念 拍了拍我的肩膀 語重心長 年輕人 還是要注意身體呀 這話 你怎麼不去 跟那老男人說 顧教授來了 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原本喧鬧的教室 頓時安靜下來 顧衡今天難得換了件白襯衫 戴著眼鏡 更顯斯文清冷 有人小聲感慨 怎麼會有男人能把白襯衫 穿得這麼好看啊 我心裡更不平了 憑什麼我累死累活 他反而神清氣爽 顧衡環視一圈 下周月策 教室裡頓時哀嘆聲一片 雖然昨天 就聽隔壁班的人說過了 但這會親耳聽到 還是讓人難以接受 教授 提難不難啊 放我們一條生路吧 孩子真的太難了 聽他們喊了好一會兒 顧衡的視線似有若無地 從我身上掃過 才不緊不慢地說 考慮到某些同學的情況 確實比較困難 所以今天畫一下重點 短暫地沉默後 整個教室幾乎沸騰 啊啊啊 顧教授 你是我的神 然而我顧不上高興 默默心虛地縮了下脖子 沒錯 我的名字就是某些同學 一節課艱難度過 我看著手裡做了標記的書 長舒一口氣 呼 這下總算不用冒死去偷提了 顧衡先一步離開 教室裡鬧轟轟 顧教授今天心情好像很好的樣子 是吧 我也這麼覺得 你們說 是不是和她媳婦有關係 她每次只有提起媳婦的時候 眼裡才會帶上校野 贊同 但就是 不知道她媳婦到底是何方神聖 居然能想得住這樣的神仙啊 我裝沒聽見 收拾東西往外走 忽然 旁邊傳來一道驚呼聲 顧教授的媳婦被扒出來了 我心臟猛地一跳 下意識扭頭看去 被發現了 不應該啊 我一直很小心的 說話的是一個女生 她這一嗓子出來 頓時吸引了周圍所有人好奇的目光 真的假的 誰啊誰啊 怎麼找到的 快說說 那女生舉起手機 臉上的震驚之色還未曾退去 你們自己看啊 有人在表白牆 爆出了他們一起回家的照片 銅礦照 鐵正如山啊 那女生說著 朝著我這邊看了過來 我心裡咯噔一下 腦子瘋狂轉動起來 照片 我和顧恒 從沒有一起回去過呀 怎麼會被人拍到 下一刻 那女生就滿臉興奮地 衝著我身後喊道 陳詩默 原來你就是顧教授的老婆呀 你這藏得也太深了 我下意識回頭 就看見陳詩默 似乎也愣正了一瞬 什麼照片 就這張了 那女生將手機遞了過來 我也看到了那張照片 是一張遠遠的抓拍 看時間是傍晚 顧恒和陳詩默前後攪回了小區 別墅區的安保工作非常嚴格 能一起出現 就證明他們的確都住在這 我瞬間明白過來 陳詩默居然也是住在這裡的 那女生興奮地說 詩默 證據都擺在這了 你想不認都不行咯 眾人瞬間沸騰 哇 詩默你也太厲害了 居然瞞了我們那麼久 就是啊 這 之前怎麼一直沒猜到呢 顧教授那麼喜歡他媳婦 想也知道 肯定是個大美人啊 除了詩默 還能是誰 你們真的好相配 郎才女貌 磕到了 磕到了 詩默這麼漂亮 怪不得顧教授 要來咱們學校親自看著了 哈哈 還不是怕媳婦被搶走 寶貝的不得了哦 周芸更是捂住了嘴驚嘆 難怪之前良成學長追你那麼久 你都無動於衷 和顧教授比起來 他可差遠了呀 他又是震驚又是羡慕 有顧教授這樣的男人當老公 哪還看得上其他人 詩默 你真是人生贏家呀 陳詩默的臉頰微微泛紅 他將碎髮別到耳後 似乎有些害羞 沒有啦 你們別亂講 然而他這反應在眾人看來 就是承認了 哎呀我們懂我們懂 你之前一直隱瞞身份 就是不想讓我們知道 你和顧教授的關係 影響到你的正常生活嗎 放心放心 我們心裡有數的 那我們就繼續當不知道 你再去顧教授那裡 打探打探消息 看能不能再透點題 給我們好不好 求你了求你了 他能拒絕我們 難道還能拒絕自家媳婦 陳詩默輕咳一聲 他不是已經畫了重點嗎 都是些比較簡單的知識點 大家不用擔心月策的難度的 周圍眾人齊聲惋惜 阿陳詩默又彎唇一笑 其實他就是看著嚴厲 實際上人很好的 周云忍不住打去 那是只對你好吧 眾人又是一陣起哄 陳詩默臉更紅了 我社團還有排練 就先走了呀 陳詩默再度成了 學校裡熱議的對象 之前大家討論他 都是關於他的顏值和家事 而這一次 與他的名字一同被提起的 還有顧衡 從教室回到宿舍 不過短短二十分鐘 關於他是顧衡老婆的傳言 就傳遍了整個學校 真想不到 原來顧教授的媳婦 就在咱們宿舍 趙小雨似乎還沒從震驚中回神 一頭撞在了桌上 那我還當著他的面 消想了顧教授 我真該死啊 我 看開點 可能顧教授 他老婆早就習慣了呢 詩默脾氣那麼好 肯定不會介意的了 周云插嘴 沒看顧教授多喜歡他嗎 估計只有顧教授吃他醋的份兒呢 我按了按額腳 委婉開口 只是一張照片 不能說明他們就是一家的吧 雖然我不想公開和顧衡的關係 怕影響到平常的大學生活 可也沒道理 眼睁睁看著別人頂了我的身份 一開始我還沒太在意 可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 陳詩默全程 居然都沒有明確澄清他和顧衡的關係 那似是而非的話語 更顯得曖昧無限 惹人遐想 反而更坐實了 他就是顧衡的老婆一般 周云瞥了我一眼 岂只是一張照片 他們平時的很多細節 也都能看得出來啊 施默一早就認識顧教授 而且對他怎麼調來咱們學校的一清二楚 這種事外人能知道 而且施默大學一直沒談戀愛 追他的人那麼多 他沒一個看上的 還不是因為已經有了顧教授了 他輕哼 人和人真是不能比 有的人就是不費吹灰之力 就能得到別人費盡心思都得不到的一切 不過施默長得漂亮 又會拉小提琴 家事也好 和顧教授般配的不行 別人羡慕極度恨也沒用咯 和他說不通 我沒再搭話 點開和顧衡的對話框 思考著要怎麼和他商量這個事兒 然而消息還沒發出去 顧衡的消息倒是先來了 我下午和兩位教授一起出差 去外地參加一個科研大會 三天以後回來 這是顧衡調任到我們學校之後的第一次出差 會議規格看起來很高 我想了想 還是將那些話都驗了回去 好 那路上小心 注意休息 自己在學校好好待著 等我回來 嗯 算了 還是等他回來再說吧 晚上 陳詩默一回來 趙小雨和周芸就纏著他 詩默 反正這裡也沒外人 講講你和顧教授的故事嗎 陳詩默唇角一鳴 笑道 沒什麼好說的呀 趙小雨雙手合十 求求了 就當滿足我的八卦之心嗎 你到底是怎麼拿下顧教授的 周芸無嘴笑 算了 咱們還是別問了 詩默藏得那麼嚴實 不就是怕被問這些 陳詩默沒接這個話 反而看向我 對了送晚 我們社團有個女生生病請假了 不能參加週五的校慶表演 我記得你也學過鋼琴 要是有空的話 能不能當我的伴奏 我還沒說話 周芸就撇撇嘴 距離校慶只剩下幾天時間了 她是都不夠排練的吧 陳詩默沉吟片刻 我選的那個曲子是有點難度 尤其如果很久沒碰琴的話 確實不好彈 送晚 你覺得呢 要是你不願意的話 我再去校外請人 話都說到這一步了 我要是拒絕 倒顯得我慫了一樣 我點點頭 好 陳詩默似乎鬆了口氣 那我等下把譜子給你 明天你和我們一起彩排啊 我想問問陳詩默故橫的事兒 但宿舍還有其他人在 又覺得不太方便 索性放棄 畢竟一個宿舍的 我也不想鬧得太僵 第二天 我和陳詩默一起去彩排 這場演出是陳詩默的小提琴獨奏 整個演奏團給他伴奏 我負責的鋼琴也是其中之一 剛踏進去 屋內的人都看了過來 一個女生上下打量我一圈 詩默 這就是你請來的鋼琴伴奏 以前好像沒怎麼見過呢 陳詩默解釋道 這是我室友 以前也學過鋼琴的 不過他對參加樂團興趣不大 所以和大家不熟 他說著 低聲安慰我 別緊張 大家人都很好 就算彈不好也不會笑話你的 我笑了笑 那我儘量爭取彈好 不拖大家後腿 一曲彈完 我收了最後一個音 活動了一下手腕 確實好久沒彈了 上次還是剛和顾衡結婚的時候 我看到他客廳擺著一架三角鋼琴 一時來了興致 就上去彈了一曲 顾衡好像還挺喜歡 不過我這人懶 那之後就沒再彈過了 還好沒彈錯 正想著 我突然覺得屋內氣氛不太對 抬頭看去 才發現大家都在看著我 眼神各異 我有點奇怪 怎麼了 靜默片刻 一個男生忍不住道 宋婉是吧 你鋼琴彈得這麼好啊 這水瓶 上鋼琴獨奏都夠了呀 陳詩默忽然笑著打斷了他的話 大家都辛苦了 我剛剛點了奶茶 馬上就到 不少人歡呼 最開始和他搭話的女生哈哈一笑 師默 這奶茶 該不會是顾教授幫忙點的吧 陳詩默臉一紅 和他有什麼關係 還裝 大家都知道了 那女生嘖嘖 你也真是的 這麼大的秘密 居然都忍得住不和我們說 大家的注意力很快被轉移 紛紛討論起陳詩默和顾衡來 唉 師默 這次你上台表演 顾教授肯定會來看的吧 陳詩默眼中閃了閃 似乎也浮現出幾分期待 嘴上卻道 孝慶活動 他是老師肯定會來的 哪是為了我 話可不能這麼說哦 孝慶表演那麼多節目 能吸引他的肯定就這一個 哈哈 就是 咱們到時候可得好好表現 說不定還能在顾教授面前刷刷印象分呢 對了詩默 那天演出結束以後有聚餐 要不你請顾教授一起來吧 陳詩默表情有些猶豫 另一個女生補充道 哎呀 人家畢竟是教授 我們是學生 有包覆很正常的嘛 再說了 說不定到時候 人家更想兩人世界呢 陳詩默終於出聲打住了這個話題 好了好了 這些事等之後再定吧 趁有時間 咱們再排練一遍 三天時間轉眼過去 這次是學校七十年校慶 典禮在大禮堂舉行 人滿為患 十分熱鬧 我和大家一起在後台後場 同時開始為自己化妝 忽然 外面一陣騷動 不知是誰小聲尖叫 校領導和老師們都陸續進場了 我看到顾教授了呀呀呀 嗯 顾恒不是說他下午的飛機嗎 怎麼這會兒就回來了 幾個女生立刻看向了陳詩默 一臉也餘 詩默 顾教授真的來來 陳詩默眼眸精亮 紅著臉剁了下角 好了 演出快開始了 趕緊準備 我拿出手機給顾恒發消息 你回來了 等了幾分鐘 顾恒還是沒回 這樣的場合 估計他沒什麼時間看手機 我只能繼續化妝 打算等演出結束再去找他 我的天 跑來後台湊熱鬧的趙小雨 看到我突然驚嘆 宋婉 你化完妝這麼漂亮的嗎 我平時不喜歡化妝 所以基本上都是素面朝天 只這次為了演出才化了個全妝 陳詩默被這一聲引來了注意力 視線在我臉上停留一瞬 嘴角的笑容有點僵硬 趙小雨卻沒注意 忍不住道 你這張臉要是現在放出去 肯定嘎嘎亂殺呀 你也是 這麼一張臉 天天素著 多浪費呀 但凡你積極點 說不定咱們宿舍就有兩個笑花了呢 陳詩默臉上的笑容更淡了 我把換下的衣服和手機放在袋子裡 遞給趙小雨 你幫我拿著 等演出結束 我去找你 這時 外面的暴幕聲傳來 演出快開始了 趙小雨點頭 放心 今天一定給你拍的美美的 演出正式開始 燈光打在我身上的一瞬間 我就感覺到一道灼熱的目光 落在了我身上 我下意識看了過去 便迎上一雙深邃的眼 顧橫就坐在那 眸光定定地望過來 四目相對 她唇角似乎彎了一下 我竟莫名有點不敢和她對視 迅速收回了視線 深吸口氣 明明才幾天不見 再看到她的這一秒才發覺 怎麼好像有點想她 送完 好好演出 這麼多人呢 可不能丟人 我調整心態 指尖彈出一個音 開始認真投入這場演出 一曲終了 大禮堂內響起了經久不衰的掌聲 回到後台之後 還能隱約聽見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聲音竟然比喊陳詩默的還要高 砰 陳詩默將小提琴不清不重地放在了桌上 臉色難看 氣氛尷尬 一道有些刺耳的聲音傳來 有的人真是有毛病 這明明是詩默的演出 她偏要出來搶風頭 我回頭 就看周芸和趙小雨一起找了過來 說話的是周芸 趙小雨輕輕拉了她一下 出來打圓場 那個話也不能這麼說不是 一場演出 大家都是盡力而為罵詩默好心待她 誰知道最後被反咬一口 真有意思 周芸甩開她的手 冷哼 既然這麼有本事 不如乾脆自己開演奏會好了 幹嘛故意來著顯白啊 我語氣平靜地道 我只是完成自己的演奏任務 難道這也有錯 你 好了 陳詩默終於開口 勉強擠出一絲笑 周芸 別說了 是我表現得不夠好 不怪別人 周芸撇嘴 談得再好又怎麼樣 真以為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旁邊有幾個女生也跟著一起安慰 是啊是默 剛才顧教授在台下看得可認真了 她一定是在看你 聽說她前幾天出差了 今天肯定是特地趕回來看你的演出的 這時 門口忽然有人喊道 顧教授來了 整個後台請客安靜下來 所有人齐刷刷回頭看去 顧恆不知何時已經來到了門外 西服搭在臂彎 黑襯衫領口的扣子敞開兩顆 黑髮細碎 眉眼清冷 周芸推了陳詩默一下 有些興奮的小聲催促 詩默 是顧教授啊 陳詩默終於回神 連忙站起身 臉上浮現幾分拘謹 卻沒上前 周芸忍不住抬高聲音 顧教授 您是來找詩默的吧 顧恆的視線 淡淡從他們身上掃過 不是 低沉疏離的男人嗓音傳來 我來找我家小朋友 死忌 所有人都懵了 因為顧恆這句話的信息量太大 不少人都面色茫然地 看向陳詩默 陳詩默臉上的羞澀與緊張 請客退去 一片蒼白 周芸忍不住道 詩默 那不就是找你 話沒說完 顧恆長腿迈開 走了進來 她目不斜視地與陳詩默擦肩而過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最終停留在我身前 我的心臟不受控制地加快了跳動 顧恆薄唇微彎 抬手揉了下我的頭髮 眼中戴上一抹笑意 你今天尤其漂亮 我怎麼都沒想到 顧恆居然會這麼直接 她不但來了後台 還直接當著所有人的面 公開了我們的關係 想起她剛才的那句小朋友 我臉上一掃 你怎麼回來也不說一聲啊 平時想聽你彈琴 你總推三組四 這次好不容易有次機會 當然不捨得錯過 顧恆說著 微微側身 衝陳詩默矜持汗手 說起來 還得謝謝這位同學 要不是你帶我們家晚晚上台表演 我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能再聽到她彈琴呢 這話說得很客氣 然而陳詩默的臉色更白了 她的視線在我和顧恆身上轉了又轉 滿臉寫著不可置信 你 你們她想問什麼 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 倒是旁邊的趙小雨 一臉震驚的喃喃 不是 這到底怎麼回事 顧教授的媳婦 不是 不是失墨嗎 怎麼變成送晚了 顧恆握住我的手 但深開口 我自始至終 就只有這一個媳婦 至於這位同學 我並不認識 只是住在一個小區 偶遇過幾次而已 她看向陳詩默 因為晚晚想低調上學 我們就一直沒有公開關係 直到昨天 我才看到 學校裡有一些和我相關的不時傳聞 我等了一天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位同學並沒有主動站出來澄清 所以我只好親自過來了 雖然晚晚可能不介意 或者是出於對同學面子的考慮 沒有追究這件事 但不好意思 我介意 話說到這 陳詩默的臉色 已經難看得不能再難看了 她咬了咬唇 似乎想為自己辯駁一二 顧 顧教授 對不起 我 我不知道你真的已經結婚了 我本來想著 找個合適的時間 再和大家說清楚的 我 我不是 不重要 顧恆默然打斷她的話 你的打算和計劃 我沒有好奇心去了解 這話簡直無益於是 當眾打了陳詩默的臉 啪啪作響的那種 她原本蒼白的臉色瞬間漲紅 身體晃了晃 似乎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時間不早了 我先帶晚晚回家了 各位同學玩得開心 顧恆說著 拉著我的手就要離開 趙小雨將手裡的袋子遞過來 小心翼問道 那個顧教授 您和宋婉不一起留下去慶功宴嗎 顧恆替我接過了袋子 似乎笑了一聲 嗯 挺久沒見她了 所以改天再和晚晚一起請大家來家裡做客 她說著 牽著我往外走 和陳詩默擦肩而過的時候 顧恆微微垂眸 道 可惜今天沒帶婚戒 不然會更好看 這男人怎麼斤斤計較 但人家這話我還沒立場反駁 只能咳嗽一聲表忠心 下次一定 顧恆挑眉 這還差不多 最終 在顧恆的堅持下 我特地回宿舍取了婚戒 才跟她一起回了家 一路上 趙小雨不停給我發消息 啊啊啊啊啊 極美 原來你才是顧教授的老婆 你怎麼能忍住不說的呀啊呀 我有罪我有罪 以前犯下的錯你一定不會計較的是不是 你不知道你們走之後多精彩 陳詩默緊跟著就離開了 聚會都沒參加 估計是沒臉 但這事已經傳開了 現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笑話她呢 我一邊吃飯一邊看消息 結果手機忽然被收走 吃飯的時候不要玩手機 我哀怨的看了顧恆一眼 老男人規矩真的很多 然而下一刻她舉起手機 衝著餐桌拍了一張照片 咔嚓 顧恆 你剛才跟我說吃飯的時候不准玩手機 顧恆在手機上點了幾下 又還給了我 好了 什麼好了 我看了一眼手機 然後當場實話 顧恆居然拿我的手機 發了朋友圈 顧教授廚藝了得 下面附了一張照片 色香味俱全的四菜一湯 同時入鏡的 還有兩隻帶了婚戒交我的手 論秀恩愛 顧教授果然也是高處不止一個檔次 我臉上滾燙 幹嘛還要發這個呀 他們肯定都已經知道了 顧恆言簡易改 正是要個名分 不過分吧 說不過她 顧恆 我捏緊了勺子 心臟扑通跳 你是不是有一點點喜歡我呀 我一直以為她選擇和我結婚 只是因為合適 可現在看來 似乎顧恆抬眸看來 我忽然緊張起來 平住了呼吸 她忽然放下了筷子 朝我走來 彎腰將我打橫抱起 我驚呼一聲 你幹嘛 顧恆 看來是我不夠努力 才讓某人覺得 我只有一點點喜歡她 她微微偏頭 在我耳邊低聲 那你自己親自看看 我到底有多喜歡你 滾燙的呼吸交錯 天色僵明的時候 我連一根手指頭都不想再動了 顧恆從後面湊過來 現在知道了 我轉身埋到她懷裡 滿心熱烈幾乎一出 知道了知道了 而且我也很喜歡你啊 顧恆